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东威海 清朝时也称威海卫 是中国黄海边一座重要的港口城市 在1894年那场中日甲午战争中 它是北洋海军的基地所在 今天的威海牛公道 仍留有当年北洋海军的提督衙门 水师学堂 铁码头 炮台等设施的遗迹 他们安静注意 却在无声呐喊 时光盗会120年前 北洋海军正是在他们眼前 一半涂地全军覆没 那么中日甲午战争是如何在威海结束的 百家讲贪婪部邀请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马俊杰教授 为您讲书系列节目 甲午 甲午 第十一集 威海报卫战 上期节目我们已经讲到了 日军发动对吕胜口的进攻的时候 北洋海军提督丁武畅 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 这个抉择就是放弃吕胜口 退守威海味 他为什么在战局发展到这个时候 他要做出这样一个抉择呢 从军事的角度来讲 他主要是看好了威海港的四大优点 也就是说我退守威海港 是因为它有四大优点 那威海港都有哪些优点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地形好 这个威海啊 它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北端 它和辽东半岛的旅身口啊 它是遥遥相对 如果我们说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 是共位着波海的两扇大门的话 那么吕胜口和威海位 就是这两扇大门上的所 它的位置非常重要 这个威海港啊 它的正面是一个海湾子 在这个海湾的中间 有一个岛屿 这个岛屿就是刘宫岛 这个岛子呢 把整个海湾分从东和西 两个海口 这样呢 就使得威海港 成了一个天然的两岗 什么叫天然的两岗啊 首先 它港内的水比较深 便于大型的军舰 来回活动 出入很自如 其次呢 这个港口的后路啊 有很多的高地 可以保护整个的军港 这是第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呢 就是威海港的设施权 北洋海军的威海基地啊 它是从1887年开始建立的 到战争爆发的时候啊 已经苦心经营了七年了 那么在这七年当中 在这个港口里边建设了大量的设施 规模很大 设施比较全 那么第三个优点呢 就是它的防御墙 整个威海港的防御体系啊 比较完整 比较完备 那么主要是有炮台 构成了这么一个防御的网络 总数应该是25座 这25座炮台 构成了一个炮台的体系 拥有各种大炮是160多门 所以防守啊 比较严密 另外呢 在这个港口的东西两个出口 还布设了大量的障碍物 比如说有水雷啊 还有木材做成的障碍 还有铁链子 等等 所以刘宫岛 所在的这个威海港啊 它正面很难攻 但是防守起来比较容易 这是第三个优点 那么在这个保卫战打响之前呢 驻扎在山东沿岸一带 共卫着威海后路的这个兵力 有多少呢 一共有24个营 领着两哨 一共是一万两千人 这些人呢 分扎在各处 兵力很分散 中日宣战之后 虽然经过山东巡抚 李炳恒 进行了整顿 总兵力呢 扩充到了60个营 共3万人 但是这个威海的后路非常漫长 150里路 兵力依然是不够用的 同时啊 在日军进攻之前 驻扎在威海卫的北洋舰队还有多少兵力呢 有镇远 定远 基远 来远 平远 等七艘战舰 还有呢 镇东 镇西 镇南 镇北 镇中 镇边 六艘炮舰 还有 康纪 威援 两艘训练舰 另外呢 还有三艘运输船 再加上13艘渔雷艇 自从黄海海战之后啊 李鸿章就提出啊 他说海军快船快炮太少 紧组守口 石南 从令海战 一再命令丁武昌呢 要采取所谓的保船制敌之策 如果海陆军能够很好地配合 后陆的清军如果作战有力的话 长期地坚守危害港 还是有可能 但是 我们都知道 一场战争的胜负 它的客观条件 仅仅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而不是决定的因素 那么决定的因素是什么呢 那一定是人 具体到危害保卫战的时候 那么就是整个清军官兵的素质 以及作战事情等等 这才是最主要的因素 那么这些因素 又怎么样呢 我们在研究这场战役的时候发现了 就在危害保卫战发生之前 实际上 清军的陆海军官兵啊 这个士气也好 作战信心也好 都不容乐观 存在着很多的隐患 那么这些隐患呢 主要有四个方面 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方面 就是丁武昌 情绪不高 丁武昌是谁啊 他是北洋海军的最高统领啊 他情绪不高 对于海陆军的影响 那是非常大的 那么他为什么不高呢 因为在吕顺作战当中啊 他由于没有坚决的按照 光绪皇帝的命令来执行 让他出海作战 他没有 他退出危害了 所以他呢 不但李鸿章受到了 慈禧和光绪皇帝的责难 丁武昌受到了 更加严厉的处分 这个处分啊 就是彻职 暂时留任 让你戴罪立功 所以丁武昌啊 自己很清楚啊 他说我是有罪之人啊 我现在是戴罪立功啊 情绪比较低落 这是一个第一个不利的因素 那么第二个不利的因素 就是海陆军 不相统数 那我们说 驻扎在危害港这个区域当中的 海陆军的官兵 这些部队 都归李鸿章直接指挥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海陆军之间 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统数关系 也就是说谁也指挥不了谁 李鸿章呢 他身在天津 他对这些部队的指挥 是遥控指挥 所以当陆海军的官兵 出现需要协调的时候啊 都要通过李鸿章 那么第三个不利的条件 就是危害后路的防御不保险 家务战争发生以后 清正府呢 在山东半岛的军队啊 进行了调整和部署 除了危害地区以外 在郊东一带驻扎的清云呢 有两万多人 这两万多人归谁管呢 归当时的山东巡抚李鸣恒 他来负责指挥 那么这两万多人 从数量上来看 不算少了两万多人 但是呢 郊东一带啊地域广阔 就是地方很大 你这两万多人 根本就不够来配备的 特别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让李鸿章不放心的是 你这两万多清云 他的作战力量怎么样啊 作战士气怎么样 他不放心 那么第四个不利的条件 就是官兵士气很低落 这个地方主要是指的 北洋海军的官兵士气低落 特别是黄港海战以后啊 北洋海军的官兵这个士气 是一落千丈 到了退出威海的时候 一有风吹扫动 马上在整个的舰队当中啊 就弥漫开了失败的情绪 所以以上这些因素 都是威海保卫战当中 所存在的一些不利的因素 1895年的1月20号 从大连湾出发了日军第一批兵船 一共是19艘 另外呢 还有海军的运输船6艘 在日本联合舰队的护卫下 就抵达了山东半岛 东端的这个戎虫湾啊 虫山头龙虫岛 驻守这个地方的冲军呢 不到两个人的兵力 那么在日军大炮的轰击之下 很快就溃散了 日军顺利地登陆了 1月25号 日本呢 用了五天的时间 就把三万四千多人 还有三千八百匹战马 就运上了陆地 在整个五天登陆的过程中啊 日军没有受到清军像样的抵抗 1月26日 日军开始进犯威海卫 右纵队啊 进攻威海的南方炮台 这个左纵队呢 协助右纵队 截断南方炮台 清军的退路 等占领了南方炮台之后 再从后路 抄袭威海卫城 和北方炮台 那么日本海军 则配合日本的陆军 从港口的正面 发起进攻 试图呢 占领威海卫 然后全监北洋舰队 1895年的1月30号 日本就占领了南方炮台 2月2号 日军又占领了威海卫城 并乘机攻占了北方炮台 到此为止啊 日本的陆海军 对威海港内的北洋海军 就形成了陆海夹击 北洋海军最艰难的时刻 也就到来了 在威海城陷落之前 这个李鸿章啊 就给丁如昌 发了一封电报 他看到形势不好了 他就嘱咐丁如昌 他说如果 刘公岛保不住的话 你应该率领的舰船 冲出海口 冲出海口往哪去呢 要么你到烟台去 要么你到吴松口去 反正你不能在威海港内 让日本海军 把你全部消灭了 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 那么丁如昌 接到这个电报之后啊 脸上就露出了一丝苦笑 丁如昌很清楚 你李鸿章提的这个建议 根本就不可行 为什么不可行啊 他说别说我到烟台 或者是到吴松口了 我就是冲出海口 再想回来都做不到 因为在这个时候啊 中日两国海军的实力差距太大 所以丁如昌就给李鸿章回了一个电报 他说呀 从现在的形势来看 率舰冲出海口是不可行的 一旦我冲出去了 那么守卫 威海港的陆军就会心寒了 这一心寒以后 你整个战局都没法收拾了 所以这个不可行 我只能坚持威海港 也就是说我死也死在威海港里 结果很快 威海城呢就被日军占领了 威海城被日军占领之后 威海的电报局 也被日军占领了 电报 整个电报的中断 当时啊 清军进行联络的这个电报 是有限电报 要通过电报局的 你电报局被毁了 那么刘宫岛上所有的信息 就中断了 所以这个时候啊 丁武昌和李鸿章的联系 和朝廷的联系全部中断 丁武昌心里想了 这样也好 这样我的心呢就安静下来了 我可以一心一意的 按照我自己的想法 来坚守威海港 就这样 一场最艰难 也是北洋海军最后的一场海战 就即将发生了 那么回顾这场威海保卫战啊 它的头绪很多 整个过程很复杂 我在这里呢 可以通过几个关键的词 来把这场海战梳理一下 这第一个关键词 我们叫做袭击 袭击什么意思啊 指的是日本海军 对北洋海军的袭击 同时也指北洋海军 也试图对日本海军进行袭击 早在日军占领 威海炮台的时候 实际上丁武昌就已经想到了袭击 他就派出镇远舰 30名水兵 组成了干死队 于1895年的2月2日这一天 乘坐着一艘运输船 就潜入了本邦炮台 并且呢 把这个北邦炮台给炸毁了 但是呢 随着战局的发展 丁武昌所面对的 是日本海军一轮又一轮的袭击 刚才我们都讲到了 威海港的正面 它是一手难攻 两个海口都布置了大量的障碍物 日本海军大型的军舰 想从这两个海口进到港内 是不可能的 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 一东右横就想了 我从中面没法突破呀 大型的军舰进不去 怎么办呢 我派小型的鱼雷快艇 在你两个口之间寻找缝隙 然后钻到你港内来 近距离地对北洋海军进行袭击 所以他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于是就派出了鱼雷艇 偷袭北洋海军 第一次偷袭发生在1895年的2月3号 这天晚上呢 日本海军派出了两艘鱼雷艇 悄悄地潜入到港内了 结果很快被发现了 发现以后 各舰的大炮一气轰击 这两艘鱼雷开艇 仓皇逃窜 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只把一条铁链子给砍断了 但是日本海军不罢休啊 更大规模的袭击放在了后头 这就是2月5号这一天 这一天呢 天很黑 天上还飘着雪花 日本海军就利用了这样一个黑夜 派出了八艘鱼雷艇 就潜入到了危害港口里面 这八艘鱼雷艇进来之后啊 很快被北洋海军的警戒舰发现了 发现之后呢 各个舰就一起开跑 朝着八艘鱼雷艇进行炮击 结果呢 这些鱼雷艇 跑得跑 沉得沉 还有搁浅的 只有一艘鱼雷艇 在逃跑之前 他发现了前面有一个 黑乎乎的一个军舰的影子 这个军舰啊 非常大 他不问轻松造白 就发射了一枚鱼雷 这枚鱼雷就击中了这艘军舰 那么这艘军舰 到底是哪艘军舰呢 它正是北洋海军的旗舰 定远号 结果这枚鱼雷就击中了定远舰的左旋中部 击了一个大洞 这个海水啊 哗哗的就灌到了船舱里边去了 很快的定远舰就开始倾斜了 管带刘布禅 一看事情不好 立即下令起毛 干什么 他说我如果不起毛的话 整个军舰就沉到海底下去了 他要等 在这个军舰沉没之前 要八只手军舰开到潜滩去搁浅 于是定远舰就开走了 一直开到了刘公岛的南岸一个潜滩上 就坐滩了 搁浅了 它可以作为一个固定的炮台来使用 所以这次袭击啊 对北洋海军的打击非常沉重 这次袭击完了以后啊 并没有算完呢 日本还接二连三地派出鱼类艇 潜到港内进行袭击 那么这样呢 造成的损失是越来越大 来源渐被击沉了 微远渐也被击沉了 北洋海军抵抗的力量是越来越弱 一个充满智慧的神秘作者 如何成就出石破天津的兵书之手 一部中国现存最早的传奇兵书 又是怎样改变着中国和世界 两千多年的军事思想 与众不同的最新解读 跨越时空的中国智慧 系列节目 马骏品读孙子兵法第二部 百家讲坛隆重现应 敬请关注 危海是北洋海军的驻河基地所在 所有设施一应俱全 防守攻势非常牢固 而天然深水洋港的优势地形 又能阻挡住敌人的尖闯力炮 虽然旗舰定员 受到重创 但毕竟易手难攻 北洋海军为何不主动出击 去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呢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丁武昌 他不愿意坐以待毙 他说你袭击我 我为什么就不能袭击你呀 这个丁武昌啊 也组织了北洋海军 全部的鱼铃艇 一共是13艘 也准备冲出海口 去袭击日本海军 所以在2月7号这一天的上午 正当日本海军 准备发动一轮炮击的时候 只见危害港的西口 他那个筏子门啊 打开了 这个门一打开不要紧 13艘鱼鱼艇 鱼贯地就冲出了这个海口 这个场景啊 把一东 一东又轰吓了一跳 他说这怎么回事 这么多的鱼鱼艇冲出来了 这是不是要袭击 日本舰队啊 所以一东又轰 立刻下令 各个舰立刻做好防范的准备 丁武昌这个时候也发现了 这个场面了 他在等待着这些鱼鱼艇 袭击的结果 可是呢 令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这13艘鱼鱼艇 并没有冲向日本海军 反而拐了个弯 沿着西海岸往西跑了 往哪个方向跑了 往烟台方向跑了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啊 就在丁武昌 做出袭击日本海军的前一天 也就是2月6号这一天 鱼鱼艇的 左队1号鱼鱼艇的管带 王平 也是整个鱼鱼艇队的负责人 他和其他的一些管带呢 就开始密谋 那么其中呢 还有一个扶龙号鱼鱼艇的管带 叫蔡平盖 他们在一块商量 他说明天提督 让我们袭击日本舰队 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啊 冲出沿海岗 跑到烟台去 刘公导是保不住了 整个舰队也保不住了 大家都同意啊 所以他们经过密谋 就做好了一个逃跑的准备 所以才发生了刚才的那一个场景 那么当一东又亨 从这个吃军当中回过神来的时候 就发现这些 北洋海军的鱼雷艇纷纷要往西逃啊 他立刻下令 各门大炮一起轰击 并且派出日本海军的第一游击队 四艘速度最快的军舰去追击 那么这样呢 这13艘鱼雷艇 在日本炮火的袭击之下 有的当时就沉默了 有的荒不择路搁浅了 还有一些直接被日本海军俘虏了 只有少数几艘逃到了这个烟台的附近 逃到烟台附近 也没有逃脱日本舰队的追击啊 后来被追上了 追上以后也被俘虏了 在13艘鱼雷艇当中 只有左队1号鱼雷艇 由于他的速度很快 这个王平率领着就跑到了烟台 侥幸逃生 那你说你跑到烟台之后啊 你应该把刘公岛的具体情况 向有关部门做一个汇报 因为这个时候啊 对刘公岛的一切的情况 李鸿章一点都不了解 因为电报线都断了 但是这个王平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杀了一个大谎 他说刘公岛的北洋海军军舰啊 全部都沉没了 都没有了 北洋海军也没有了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再去救援刘公岛了 后来李鸿章就得到了这个信息之后啊 就下命了 他说一切中原刘公岛的兵力 就此停止 实际上就断绝了丁武昌最后的一线希望 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沉舰 就是军舰自沉了 自从这13艘渔离艇跑了之后啊 整个刘公岛上 情绪是越来越低落 失败的情绪很快就蔓延开了 对大家打击很大 这个时候呢 日本还加紧了对危害港内的军舰的炮击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洋海军官兵啊 包括兵勇 水手 还加上刘公岛上的一些居民 都纷纷集中在铁码头上 要干什么呢 就是要投降 让丁武昌投降 那么这时候的丁武昌 也意识到了 刘公岛最后的陷落 可能是无法避免 但是在他心里呢 还是有一丝希望 这丝希望就是援军的到来 所以当这么多人都请求他要投降的时候 他就说了一段话 我作为北洋海军的梯渡 在我活着的时候 我绝对不能看着投降这个场面出现 可是这样 大家再等一等 懂到什么时候呢 懂到2月11号这一天 如果这一天援军还不到来的话 那么大家自有生路 丁武昌尽管对着援军还有一线的希望 但是呢 他自己也做好了最后失败的准备 2月9号这一天 丁武昌和刘不禅就下达了一个 他非常不愿意下达的命令 就是要把已经搁浅的定远舰 要自行的扎沉 于是这个海军的官兵 把定远舰给扎沉了 紧接着丁武昌下令 让广兵舰用鱼雷 把已经搁浅的定远舰也扎沉了 那么这些主力战前的沉默 也预示着北洋海军这些高级将领的生命 也到了最后的时刻 定远舰是北洋海军的旗舰 它的沉默也意味着北洋海军 这支建立于1888年的清朝第一支近代化海军 实力曾经位居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 在1895年这个农历春节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丁汝昌 刘布禅 这些亲手建立北洋海军的有志男儿们 此刻的内心该有多么的悲痛 古人云 闻死舰 无死战 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来告别世界 永远陪伴他们的这些舰船 这就是第三个关键词 迅国 这个刘宫岛上 平时的烟馆很多 就是大烟馆很多 在这些烟馆里边要买到鸦片烟 那是很常见的事情 很容易 但是自从刘宫岛被日军包围之后 整个刘宫岛上的烟馆里边鸦片买不到了 为什么呢 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 是断绝了这个鸦片的来路 危害被日军占领了 没有货源了 第二个原因 就是海陆军的军官大量的购买鸦片 都去买鸦片 买了干什么呢 就是准备自杀 当时的丁武昌和刘宫岛 自己都准备好了一份鸦片烟 放在那个地方 所以当2月9号这一天定远舰被自行炸沉之后啊 到了第二天 定远舰管带刘宫岛就决定自杀殉国 他就把准备好的鸦片水一饮而尽了 和他的定远舰一起走 2月11号这一天 也就是刘不禅自杀的第二天 正远舰的护理管带 叫杨用龄 也自杀了 这个杨用龄啊 我们在这里 再简单地做一个介绍 杨用龄这个人呢 他没有经过正规的海军学堂的教育 他纯粹是从 这个下级军官一步一步地提拔上来的 但是这个人呢 有中国军人的血血 打仗非常的勇敢 所以当他看到刘公岛一片投降的 这个哀求声的时候 他就决定也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了 杨用龄在自杀的时候 他选择了一种与其他自杀的官兵 完全不一样的自杀方式 他是怎么自杀的呢 2月11号这一天 他端坐在静远见的官仓里面 坐在一把椅子上 嘴里念着文天祥 咒鸣的诗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去担心赵汉清 念完之后 他把枪给掏出来 把枪含到嘴里 然后扣动了半斤 枪着一响啊 他的手下的这些人听到了 很快就跑到了官仓里来看 只见杨用龄坐在这个椅子上 一动不动 他的头垂了下来 鲜血 从他的鼻子里边哗哗地流出来 很快就染红了他的胸肌 手里还紧握着那把手枪 杨用龄 是自杀的这些海陆军官兵当中 唯一使用手枪的人 这体现了他的刚烈的性格 就在杨用龄自杀的这一天 丁武昌得到了一个 最不愿意听到的信息 什么信息呢 就是路上的援军 彻底的停止了 停止了宗远 在丁武昌心目当中 唯一的一点希望没有了 所以丁武昌就决定实现他的诺言 他自己一个人 默默地走进了他的提督衙门 把已经准备好的一碗鸦片水 一饮而成 第二天 壮烈训练 丁武昌自杀之后 北洋海军当中 陆军当中 都有一些人主张投降 开始筹划投降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四个关键词 投降 丁武昌自杀以后 扬言浩威 假借丁武昌的名义 就起草了详书 威海水陆营物处 后选道 牛昌柄 又盖上了北洋水师的提督大印 并且呢 让广炳舰的管带承闭光 重做的一艘炮艇 这个炮艇上挂着白旗 就失向了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 松岛舰 去干什么呢 去送这个投降书 一通又轰呢 接到这个投降书 立刻就决定接受投降 二月十四号 这个牛昌柄啊 又一次来到了松岛号上 于这个一通又轰 就签订了威海降约 二月十七日上午八点 日本联合舰队就驶进了威海港 北洋舰队的镇远 吉远 平远 广炳 四送军舰 还有六艘炮舰 就降下了旗帜 换上了日本旗 编入了日本舰队 下午四点 这个康纪舰啊 就载着丁武昌 刘步禅 杨用林 戴宗谦 沈树昌 黄祖连 等六名将领的灵鹫 还有海陆 降变 以及阳远 在悲风 七雨当中 就离开了威海港 到此为止 威海保卫战 就结束了 李鸿章等人 苦心经营了 二十多年的 北洋海军 在1895年 这个最寒冷的冬天 全军覆没 那么到这里为止 我们说 在整个甲午战争当中 中日之间 进行了三次海战 这三次海战 都以北洋海军的失败 而搞中了 那么这些海战 对整个甲午战争 它又会产生 什么影响呢 请看下期 谢谢